歡迎收看有熊老師培女教數學 那我們上一集介紹了平行 然後留下了這題作業 那我直接從這個圖形上來講解 我們有一個三角形ABC 我已知E4AC的終點 接著過E做A珠平行BC交AB與D點 就是說過E這一點做了一條線 什麼線呢 是E珠這條線 這是哪一條線呢 它會平行BC 然後一直通過來交在AB就交在珠這點上 也就是說我們怎麼樣 過E點做一條會平行BC的線 這條線會跟AB交在某一點 這一個點把它命名為珠 那這個是比較文言證明的寫法 那要證明這樣子我通過來的這一點珠也是終點 過一個終點做底邊平行線的 碰到的另外一個點也會是終點 證明這件事情 那以往證明這個問題 很大部分的教材裡面使用的是 跟平行四邊形有關的證明 那但是我們因為我想要把它拉在這個平行四邊形前面來講解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就用這個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不用平行四邊形來證 因為我是這麼說的 因為這個E是終點 所以我們連接BE 連接BE的話呢 那麼三角形BCE 它的面積會是三角形ABC的一半 對不對 因為這個同底嘛 然後等高嘛對不對 等高高在這裡 同底等高 所以這個是終點 所以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會是大的三角形ABC的一半 這樣沒有問題 好 然後因為這裡是平行線 這兩條是平行線 所以怎麼樣呢 所以我們剛講到平行線的話呢 這個點到直線的距離 跟這個點到直線的距離是一樣長的 所以說 這個我們在前面的課程裡面也講解過 如果這兩條平行的話 那我剛才畫這個紅色的三角形 跟現在我塗咖啡色的這個BC珠的面積就會一樣 這個上面這個二分之一的原因是因為E為終點 因為E為AB終點 因為AE等於CE 然後接著 因為 珠E 平行BC 所以 三角形BCE的面積就會等於三角形BC珠的面積 那也就是說怎麼樣呢 BC珠的面積就會是ABC的一半 那 咖啡色的面積是ABC的一半 誒 又一個銅底等高嘛 所以怎麼樣 三角形BC珠的面積是二分之一三角形ABC 那我們就可以推論出來 珠是 ABC的終點 可以嗎 那一般我們在推論出這個問題 推論出終點之後我們還會做另外一件事 什麼事呢 我們剛才已經把這個 推論出來就是說過一個終點做平行線 交出來的另外一個也是終點了 那我們還會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去說明ED它的長度其實剛好會是BC的一半 那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過1點再做一條平行線下來 那交在這個BC與F點 這樣子 那接著我同樣連接 這個DF 那連接完之後呢 因為我們就這樣 根據剛才的推論 我們可以知道這些都是終點 可以嗎 然後接著我們可以正全等 因為這一條跟這一條平行 這裡是同位角 這裡是同位角 然後 因為這一條跟這一條平行 這是我們剛做圖的時候就做平行的 所以這裡 是同位角 那附帶一題 怎麼看同位角 你看我們現在剛好這樣子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有好多條線對不對 怎麼看什麼角跟什麼角是同位角呢 你有兩條平行線 被一條線切過去所產生的 這一條跟這一條 被這一條切過去 注意喔是這樣子喔 所以你稍微要把你腦袋裡面的其他的線抹掉 只留下這一條跟這一條和我這支筆 好 有沒有 就是我現在筆擺出來的樣子嘛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會發現 這個角的同位角在這邊 可以嗎 然後那你就會發現我這裡 藍色角對藍色角 橘色角對橘色角 這兩條又一樣長 所以三角形A1珠會全等於三角形ECF 這是AASA全等 那同樣的我也可以證明這邊也全等 那當你證出全等之後你就可以知道這一邊 是對應邊相等 好 那就知道怎麼樣 我們最後要的就是這個 珠1會等於1 2分之1的BC 可以嗎 好 那下面這個問題是把上面這個問題倒過來 如果今天我是知道了 這兩個點是終點 我已經知道這兩個點是終點了 那我要去證明他們有平行 證明他們有平行 那其實也是一樣 好 那要怎麼證呢 其實就是把上面的步驟倒過來 怎麼樣倒過來 我透過證明 因為你是這個三角形ABC 你是終點 所以我這條線連起來 ACE的面積 三角形BCE的面積 會等於1 2分之1 三角形ABC 那你就會發現 因為珠也是AB終點嘛 所以他就會等於三角形BC珠 的面積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什麼樣 這裡的高跟這裡的高一樣 對不對 這裡的高一樣 所以他們這一條線就有跟這一條平行 這邊是剛好是一個矩形 這樣子 那在這裡呢 只是附帶去說明這樣子的情形 那麼這一集除了介紹這個 我們叫做 終點性質 三角形終點連線的性質之外呢 順便帶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我現在有一個角 假如說這個角的角度是50度的話 另外有一個角跟他兩邊平行 這邊平行這邊這邊平行這邊 兩邊互相平行 還有另外一種情形是這樣子 這邊平行這邊這邊平行這邊 那請問你這兩種情形他 這個角分別都是幾度 那如果是兩邊互相垂直呢 我圖一句話給你 一樣我這個如果是50度的話 這邊垂直 這邊垂直 就是按這樣子這個50 這邊垂直 這邊垂直這邊 這樣好 那這樣這個都是幾度 大家可以想一想 好 那麼在大家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來閒聊一下 這個 小朋友在這個 去7-11 或者是去 家樂福的時候看到很多商品 那你們可能會去思考 應該說可以帶小朋友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今天 比如說我們現在很流行創業 我要創業 那我的東西要怎麼樣才可以在7-11賣 並不是說我東西生產出來7-11就要幫我賣 你們會發現有很多東西怎麼樣 這家店有那家店沒有 那所以這個怎麼 怎麼去讓一個商品上到我們講通路 所謂通路就是 他本身像7-11 像這個家樂福 本身主要不是在生產商品 他本身是怎麼樣 買進來又賣出去 那他們是一個讓這個物品流通在市面上的 像道路這樣子的 那我要怎麼樣 怎麼樣的東西才可以在通路裡面賣呢 或者是說你可能會想說 那這個通路裡面是不是就是 反正我商品生產出來 他買了然後賣了 然後他賺一點錢 這樣呢 比如說我現在要把這個熊老師賣掉 那這個我就拿去跟7-11說 欸那個 我有一隻熊老師幫我賣掉 那7-11就 好 我幫你賣 哪有這麼好的事啊對不對 那我怎麼樣才能夠讓7-11幫我賣熊老師呢 你想想看 7-11為什麼不一定會答應呢 因為他很有可能他跟我買了熊老師之後他 一輩子都賣不出去 那所以怎麼樣 他們要考慮他這個獲利嘛對不對 他要是買了熊老師賣不出去東西就囤在他那邊啊 所以說 我為了要讓他可以賣出去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因為他是強勢通路 就是說7-11開很多家 很多東西都想要在7-11可以賣 如果今天熊老師可以在7-11賣 每一間7-11都有熊老師的話 那我可以保證熊老師一定會紅 可是 那沒有 他很強勢 可是怎麼樣 熊老師是弱勢商品 我沒有什麼溢價能力 熊老師如果本身 很熱門的話 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啦 但是他沒有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是弱勢商品 我們想要在通路裡面賣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我們可以用一種方式 當然有有幾種選擇 比如說 我熊老師的成本 假設5塊錢 然後我跟7-11說 你可以賣100塊 這樣每賣一支你賺95好不好 對不對 也好嘛對不對 但是呢 這種事情也不是說 我們兩個談好就好了 要看消費者買不買單 如果100塊根本賣不掉 那也沒有用 對不對 那如果說假設 假設 消費者願意接受熊老師的價格 就是一支10塊錢 然後他成本5塊 那對7-11來說 我要怎麼讓7-11才肯 幫我賣熊老師呢 比如說 我可以用祭賣的 什麼是祭賣的呢 就是我跟7-11講好 這個 我熊老師放你這裡 你不用給我錢 你不用給我錢 你賣掉了之後呢 每賣一支10塊錢嘛對不對 每賣一支你再給我5塊就好 然後我就再賭一支過來 這就是祭賣 也就是說他如果沒賣掉 他是不虧本的 因為其實就是東西是寄在他那邊慢慢賣的 那現在有很多這種這樣子的形式的商店 就是寄賣 或者有一些二手 跳蟒市場或者是那種二手店 他其實是用寄賣的方式 等於說通路商本身自己沒有買斷那個東西 如果賣不掉他隨時都可以跟屋主 他隨時都可以打電話跟我說 熊老師不好賣 不要 那我就必須把熊老師收回去 他都不會有所 他都不會有額外的損失 因為他不會給我 他不用給我錢 這是祭賣 或者是呢 可能有的人會聽到這個類似旗票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在之前稍微提到過 錢如果可以今天拿到 我就可以拿去存 那我就可以賺利息 或者是我可以拿去投資 如果我今天拿不到 可是我急著要用錢 我就要跟銀行借 就要付他利息 所以今天拿到錢 還是下個月再拿到錢 還是一年後再拿到錢 是有差的 我如果跟7EN說 他們不是賣掉熊老師要給我5塊嗎 我說你賣掉熊老師之後那個5塊可以開一年期的票 也就是說 你今天賣掉熊老師一年後再給我5塊就好了 那這中間的利息等於它賺走 那我們等於說我要承擔這中間的損失 因为我每生产出一只熊老师 他都已经卖掉了 明明已经卖掉了 我却还是拿不到钱 我要一年后才拿到 这中间的利息就要我吸收 所以旗票也是一种我让步的方式 很有可能怎么样 我都已经退让到这样子了 这个卑躬屈膝 7000还是不愿意帮我卖熊老师 那怎么办 没办法 只好拿出杀手剑 什么杀手剑 求他 求他是没有用的 下跪是没有用的 拿钱才有用 我直接给他上架费 什么意思呢 对7000而言 他的那个货架 你们会发现7000不要一直讲7000 好像专攻他们 包括家的福 包括全家这样子 很多通路上都一样 所以同样的道理 对7000来说 他的身材工具就是 他的货架 他的货架 既然摆了东西就是要卖掉 如果他货架摆一个月都没有卖掉任何东西 虽然说他好像没有付钱 其实他花了好多成本 开店要成本 店员的钱也要成本 还有什么机会成本 我们前面有提过这件事情 他在这里如果摆一包 比如说糖果可乐果或者是一个Hello Kitty 搞不好怎么样 一年卖掉三四百个 搞不好一个月就卖掉三四百个 那他一个月就可以赚 比如说几千万 几千块或几万块 这样子 就为了这个位置他就赚几千块了 那可是他今天摆熊老师呢 对不对 可能摆了一个月 就都没有卖掉 这样讲好像熊老师很不抢手 讲卖掉一只好 那他才赚五块钱而已 不值得嘛 对不对 所以对他来说怎么样 不值得那我要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拜托你这个位置给我放熊老师 那我一个月给你一千块啊 你本来这个位置 你知道我刚刚说他卖糖果 一个月可以赚一千块嘛 让熊老师在这里卖 那一只十块钱对不对 可是呢 不管你有没有卖掉 我一个月都额外都给你一千块 赔粉 那如果我愿意这样做的话 也许711就会觉得说 好吧 也好 所以你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怎么样 有一个新商品 莫名其妙既然就在超商占了很好的位置 什么位置是很好的位置 超商他们都有做研究 你门一打开看到的那个东西 看到那个画面 或者是你结账的时候 在收银机旁边的那个画面 或者是你在逛货架的时候 在你视线你的身高高度的那些东西 你们会发现怎么样 糖果饼干都放在比较下面 因为小孩子比较矮 然后假如是这个酒类的话 就会放在比较高 因为大人会比较高 他们不想给小孩子看到酒类 诸如此类的 他们会去研究 要给什么样的人 看到什么样的商品 他会比较好卖掉 然后放在哪个地方最容易卖 所以每个位置 不同的位置上下飞都会不一样 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强势通路的话 我就变成我要给他很多很多很多好处 只为了换取 请他来卖由熊老师 那如果今天熊老师 这只不是熊老师 他是iPhone7 他是iPhone7 那这个身为iPhone7 苹果家族的产品 全世界到处都在抢药 那这个时候我跟7ven说 不用我跟7ven说 是7ven会跑来求我 求求你让我来帮你卖iPhone7吧 那这个强势跟弱势就翻转了 我就是强势了 我不但可以怎么样要求 你要跟我买iPhone7对不对 假如说这个成本5000 你要跟我买断 而且5000要拿现金 不准开启票 而且怎么样呢 没卖掉的话 你要买断 然后你要承诺你一定要卖多少 如果说你今天卖的不好 你要赔我 因为我iPhone7这么好卖 在台湾我请别人卖 搞不好卖的比你好 所以你今天要求我让你卖 对不对 你要承诺能够卖掉一定的量 比如说1万台 你如果卖不到1万台 你还要赔钱给我 你要赔钱给我 所以不是上价费 而是你要付费 付费给我卖 付费给我 或者是怎么样 我还可以限定 我成本5000 我不希望你轰台价格 我只准你用6000卖而已 这是可以的 或者是怎么样 我成本5000 我不准你杀价竞争 我就是要你用8000卖 你说我今天想要特价 我想要用7500卖 这样可以卖更多支一点 不行 我们这个iPhone是高档产品 我不能让你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卖 因为怎么样 如果今天我去跟苹果 抢到这个iPhone的代理权 然后我说 每个人只要买一支熊老师 就送一支iPhone 那这样iPhone瞬间就没价值了 对不对 那这个苹果是不会答应的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个通路不一定是强势 我们有时候看到媒体 他常会说什么 小业者啊 不管是文创产品或者是农夫 他们好像都被通路打压 其实通路不一定是强势 那到底什么决定强势和弱势 说穿的就是你这个商品抢不抢手 很抢手的商品 只有你有的商品 人家就要求你让他卖 那如果你的商品大家都有 你只是做 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差不多 那就变成反过来是你要求他 让你的东西在他那边卖 你就必须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所以这个商业的模式就是这样子 强势跟弱势的差别 我们来看刚刚的问题 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讨论出来呢 如果这个是50度的话 因为这个角跟这个角是两边都平行的 所以这边平行于这边 有没有看到 我有一组平行边和什么 按一条把他们剖过去的线 对不对 同位角 如果小朋友刚学完平行 同位角内措角同侧内措角像我们这样 我们上一期才刚讲完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练习的机会 寻找同位角 寻找内措角 不要说学到后面了还会因为说 同位角在哪里 什么这是同位角 不是不要还到后面还会因为这样子而困惑 那这个就是在这里的时候练习的不够 好 然后呢因为这边 我紫色的这边 又跟这边平行 有没有 题目讲的嘛 这两个角是两边都平行的 那他们都被红色谱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也是同位角 可以吗 OK 那所以这两个一样 所以这一个50跟他一样 如果是这个呢 这个50 这个50 对顶角这个50 所以这个呢 同侧内角 有没有看到 这边 这边 平行 对不对 然后被这边切过去嘛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图身的这个紫色的角 和这个红色的角 他们是同侧内角 所以你是50的话 我们两个合起来要180 所以这个是130 可以吗 再看下面这里 好 他说两边互相垂直嘛 那这个其实不用用到平行 因为他根本没有平行 那这里垂直 这里垂直 我们用这个四边形内角合 是360 所以这个四边形里面扣90扣90 你会发现这两个合起来是180 可以吗 所以这个50的话 这个是130 那如果他是用这一种方式在垂直的话呢 这里是直角 这里是直角 50度直角三角形 有没有看到直角三角形 除了直角以外 另外两个瑞角是互余的 所以这个50 这个是40 那么这个也是40 因为是对零角 可以吗 推进一点 这两个是对零角 所以都是40 然后这个是50 因为这里又互余 可以吗 所以这样这个是50 所以以结论来说 如果我两个角 他两边是互相平行的话 有可能会相等5050 也有可能会50对过来是130互余 如果我两个角的两边是互相垂直的话 也有可能会相等 也有可能会互余 这样OK吗 其实大部分都是平行的问题 然后出现了一个 你们假如有在做 在讲义或者是课本上可能都看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请学生去讨论 有很多做法 可能需要辅助线 也就是你可能需要在上面多画几条什么线 自己想要怎么解决它 有很多做法 就跟我们前面做那个飞标型 做那个 那个 星星的型 五芒星 一样 这让学生练习讨论的机会 我这里有两条线 L1跟L2 我下面有几个条件 那请问我如果用1这个条件 可不可以用来推论L1就是平行L2 这两个角一样 可不可以用来推论L1平行L2 我下面这几个条件 哪一些可以用来证明L1平行L2 这样子 一个计算题 那我们今天课上到这里